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柳成敏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位韩国选手 他也是韩国的主力球员之一 他是右手直拍 他是韩国对典型的打法 当面拿胡圈球打法 两个人一上来都是要以快制快 所以我们看这个对攻打的节奏非常的明快 这说明你发球的一个侧身的抢弓实物 反守卫应该说柳成敏稍微有点吃亏 突然偷袭一个正手位 柳成敏的正手的胡圈球的威胁还是非常大 主要利用自己旋转变化的发球 是为自己的胡圈球创造机会 在这次的男单的比赛中的半准决赛也很有意思 就是凯内斯他对战的就是韩国的另外一位出色的选手 最面对遇到的第二位韩国选手 看看凯内斯这一次能不能通过这一关 这两位选手的打法都非常的积极 在自己发球这一轮都是利用自己的发球来争取主动 在场上进攻的意识都是非常强的 一旦拉起来之后应该说凯内斯这个威胁还是非常大 发球直接得分 柳成敏 11比11 这样柳成敏在于凯内斯的第一局13比11 先领先一局 稍后请您继续回到我们节目之中 欢迎您继续回到巴西公开赛的比赛 在每一年国际拼连的职业巡回赛 可以说也是选手大展拳脚的好机会 在巴西这一次主要是欧洲的选手 要争取在这一次的公开赛上有好的表现 我们看到今天在男子单打的准决赛的第二场比赛 凯内斯对柳成敏的比赛 柳成敏希望能够有好的发挥 所以第一局是在咬得很紧的情况下 以13比11拿下了第一局 凯内斯他的整个技术实力呢 跟一般的欧洲选手相比 他整个正反手的弧拳球速度非常快 但是其实旋转并不是说非常强 所以基本上对柳成敏来讲 整个威胁还不是构成非常大的威胁 而且但是柳成敏他整个正手的前三本拉球呢 给凯内斯造成了比较大的冲击 4比2 4比2 4 推打很坚决 相持以后是突然加快速度一个快压直线 除了是弱点的变化以外 这个速度的变化在平凡球的比赛中也是非常重要 凯内斯这一段有点乱了阵脚 凯内斯这一段有点乱了阵脚 四分的差距 哎呀 这个球很可惜啊 对 很好的一个机会 一个接八球没有控制好 直拍看这样就显得比较被动 好 连捞几分 现在形势又是来到了凯内斯的这一方 这个球落点的变化非常快 而且是角度打得非常的凋 凯内斯又得一分 对 轻波这个直线呢 已经是对方的重心已经偏离了 这一局刘成敏的失误显得比较多 这一局刘成敏的失误显得比较多 好 我们看 好 我们看凯内斯在凯内斯的凯内斯 好 我们看凯内斯在刚才还是打得很坚决 在落后一局的情况下 现在又是扳回了一城 好 好 这球刚才调动的还是非常好 前两局双方是战成了1比1 凯内斯呢 凯内斯呢 好像在今天呢 对柳成敏的这个表现不像在这个半准决赛的时候显得那么有自信 对柳成敏他的正手的拉球呢 因为力量比较大 而且拉球的旋转拉得很足 所以对凯内斯还是威胁还是比较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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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凯内斯这档还是频频用自己的反派来压对方 凯内斯这个揭发球还是漏洞比较大 为刘成敏制造了不少的机会 侧身抢弓斜线 刘成敏 所以有的时候挡到寸劲也可以说是很幸运这个球 凯内斯他主要拉球虽然出手还比较快 但是整个力量还是质量方面并不是很高 凯内斯好像现在信心慢慢的是被对方在打破 所以我们看回球的质量也是越来越不高了 10比5 11比5 这样柳成敏又拿下一局 这样大形式对柳成敏非常有利 接下来请您继续回到我们节目之中 看来在巴西公开赛的比赛呢 韩国的选手应该说是有非常好的表现 而对于这个柳成敏呢 在这场这个男子单打的准决赛呢 已经是绝对压制住了凯内斯 所以大形式对他已经是非常有利 柳成敏他在整个场上的小球的处理方面呢 要显得比凯内斯要强 所以在场上就显得比较主动 而且凯内斯的节奏是基本上是被柳成敏抓住了 看来是在进攻无法取得突破的情况 所以我们的只能够去 越打越顺 柳成敏而且正手的这个命中率是非常高 看来是在进攻无法取得突破的情况下 还是想多变化一些球路 但是却造成自己比较多的失误 对攻现在横拍也是盯不住直拍了 所以说明凯雷是他整个出球的质量还是散手的质量还是比较差一些 进攻的威胁是比较弱 反射位柳成平这段是保护的不错 所以能够正手是充分的发挥他的攻击力 凯雷斯呢是有些急躁的情况下 现在连续出现这个像比分11比5的这种这个大比分的这个差距 也让柳成平呢是信心越来越足 有钱民的打法呢非常类似 但是韩国队的名将金泽柱也是步伐非常的灵活 而且在正手的拉球的威胁非常大 全台的那种跑动能力比较强 这就凯雷斯的回球角度非常好 这一场能够压住对方正手在命中 所以柳成平现在是越战越勇 反手压住对方的反手以后抓住机会正手的一个拉球变现 还是很强 这能压住我应该说是很稳 是很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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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场面有韩国的许多球迷 来为柳成敏加油 8比5 刚才又是正守卫的 是抢拉一拍 这就可以看出 柳成敏的步伐的移动 非常灵活 肯定是主要还是吃柳成敏的发球 老赛点 我们看这场比赛 柳成敏在男子单打的准决赛可以说是干净利落 四比 拿下了对手凯内斯 从而是进入到男子单打的决赛 我来说是要用一个水龙的东西 也就是这个水龙的动物 然后我们来做一个水龙的东西 这种水龙的东西 都是好再来 我们来说是把水龙的东西 然后我们来说是一层一层的 那边做一个水龙的东西